各位好 今天12月2号 我是五月三人 吃了吗您的 今儿咱聊点好玩的事 是这样 在我这节目下边的回复里 还有在推特上 有人就问我 说这回长者挂了 是不是会因此而引发一次社会运动 以纪念长者的名义 然后做成一个社会运动 形成一个风潮 给政府施加压力 甚至于说会不会有一丝丝的可能性 改天换地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然后我其实统一回答一下 这是借长者的话 是这么说的 是图阳图simple sometime naive 我这腔调学的不像 这个也不重要 这个也不重要 为什么会是这么说 是因为这样 首先第一件事跟大家讲 在北京从物理上 就隔绝了这件事情的可能性 因为必然得有人接 领导人 曾经的第三代领导核心 总得有人来迎送这灵鹫 现在都是组织人去的 我北京的朋友明确的说 组织了几千人 队伍沿途的 自发性的 自发性的 围观了一下 算是给了 深厚的一点哀容 其他人 其他人没在 全在家里憋着 沿途的 这所有的小区 全都给封 全都给管控了 没有人能够出去 甚至于 你开个窗户 去往下扔个 扔个烟头 可能都不行 所以 你要记住 从物理上 就隔绝这种可能性 随说 这种 通过长者的 先世 引发政治风潮的可能性 非常小 但是你也知道 我党现在 你说它是草木结兵也好 金弓之鸟也罢 防威杜剑也行 就是反正这些词 你落他脑子上 没毛病 这有任何一点 小小的可能性 都会被我党扼杀在 摇摇栏当中 这是从物理上 这就已经隔绝了一件事了 那第二件事是什么 第二件事 是他离开的 实在有点久了 他最后交权 是中央军委主席 那大概是2004年的事情了 这说起来的话 都已经 这是18年了 对吧 他隔了一代人 而且说真的 你说他有多大的政治遗产 也没有 你说三个代表虽然写入党章了 但是基本是先朝皇帝的 所谓的叫什么上方宝剑 对吧 斩不了本朝的棍 我们这块虽然是一直还挂着一个 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万事一系的道统 罚统 但是实际上在这些年里 已经这个国家姓习了 您理解这事吧 可能他姓胡的时候 还能有点影响 这十年里 他已经真的是毫无声息了 而且他手下这些 纪元大将 也不是说 就要不然 那是在胡锦涛的时代 就已经被亲过一次了 要不然 就是后来 那因病 在退休的退休 死了死了的 那然后呢 都离开了政治的核心圈 他的影响力 基本上已经消失殆尽了 就不要去指望着说 他能够什么力挽狂澜 当时就是他实际上 当时就很多人还期待着说 老江会不会回来 中间阻击一把咱圣上登基这件事 我当时就觉得很可笑 这怎么可能啊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一朝天子一朝臣 何况于这这么长的时间段 这个这么多轮的清洗 他是没有任何能力 做这件事情的 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这个 第三个是什么呢 第三个是民间的口碑 对吧 我们都知道 确实政治人物的离世啊 可能会造成社会上的某些动荡 但是呢 您觉得 我们比如举俩例子吧 他有过呀 是吧 我记得应该是四五运动 是因为周恩来去世 他挂了 然后呢 有了四五运动 然后呢 就是双氧水 那是 那应该是天安门广场第一次用双氧水洗地吧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当时的这个纪念运动之后呢 为了驱散广场人群 那回啊 没动枪 也没动坦克 动的是什么呢 守纲工人民兵 这个呢 拎着搞霸子去的 把这帮人打了一头破血流 就是 为什么守纲工人民兵 后来又号称棒子队啊 在北京赫赫有名啊 就是因为经此一役 就他妈成了一个千古骂名 所以呢 那个时候是一回 那老周在民间的口碑如何 这大家都知道 对吧 到今天为止 还有大量的人认为这是个好人呢 这货你要说他是好人 我他妈是绝对不信的啊 你任何一个从特务工作里走出来 手上沾满血的人 你说他是好人 这哥他妈谁打死谁我都不信 这是这是我基础的 何况看这么多的 这些年越发的看着原来一个史料啊 就越发的认为 这是那是一个真的心黑到极点的人 这话我料在这 你不同意 我也没办法 对吧 那第二个是谁呢 第二个肯定我们都知道 八九六四 对吧 这个他去胡耀邦去世 是一个导火线 但是呢 胡耀邦本人在民间的这个口碑如何 那也是相当不错呀 那完全不一样啊 您瞧这样 您瞧这二位啊 甭管是老周 还是胡耀邦 他们在民间的口碑有一个基础 这个你是我咱这个长者是完全不能比的事情 您理解这事儿吧 那人家说嘛 十里长街送总理 那你十里长街送蛤蟆 这他妈怎么可能啊 对不对啊 所以说啊 不要想这件事儿 中国有可能出问题 有可能出任何样的社会运动 但是你指望着像民间口碑是这样的一个人 那然后成为某一面的旗帜 这也未免 不但是侮辱了这个 您所追求的这个民主自由宪政这些东西 甚至于侮辱了自己的智商 我真的个人并不建议说 把自己的智商降低到这种程度 来以求来去推翻 或者是说改变中国大陆目前的现状 即使是这个即使是他有可能能成功 这个都是不可取的事情 这是第一个 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事情啊 这整个了 第二个事情呢 我真的是特别的想跟大家再聊一下 我个人的一些判断 就是说呢 我在去年的时候 年底的时候啊 还是 应该是去年年底的时候 做过一期节目 我说呢 那我说咱是还是上几个月 做一期节目 我说呢 中国呀 想要改变 就是说整体性的去改变 那一定要有几个条件 首先第一个条件呢 是他财政收入大幅度降低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财政收入是中共合法性的最重要的根基 不是说别的不重要 而是他这是最重要的根基 因为你没有一个连续的高收入的财政体系在后边支撑着 他的整体的维稳体系你是维持不住的 你理解这件事情吧 就是说 我说过很多次 就是说他的这个维稳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硬维稳 这个硬的维稳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监控设备呀 然后呢 社会管理呀 这种东西 这个是要钱的 还有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呢 是软维稳 把越来越多的人呢 纳入到这个财政的体系 吃财政饭的体系当中 你有你家里有一个人吗 你你家都不敢反 对不对 你一个人在那吃公务员 或者是甚至于吃事业单位的这个饭 你也整个家都不太敢反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那而且呢 才你只有经不断的这个经济增长 你才能吸纳大量的这个劳动力 对吧 这个你这个是 这是必须的事情 那财政收入大幅度降低 或者是说财政的 越来越捉襟见肘 它其实一直很捉襟见肘 但是还能支撑 如果支撑不下去 这是条件一 那条件二是什么 条件二是伤害大多数人的具体利益 我那个时候举的是一什么例子呢 是最早我举例呢 我举例的是房产税 因为房产税是直接税 直接税等于是直接从你兜里拿钱 因为中国是流转税嘛 其实中国在这方面的税负非常高 但是呢 一般人不太能够理解这件事情 就是说你比如说 就它不像在国外 你在日本我买东西 这东西100日元 对吧 OK 我买的时候110 为什么呢 它有10%的消费税 它明着给你得标在那了 它是说 就是一个是本体的价格 一个是税入的价格 对吧 这个是它是有这个的 中国不让说这个 你看什么时候中国说标这个税是多少 那不可能啊 您加一箱油 您加了 您加一箱油 在中国得有个一半到三分之二是那个税钱吧 差不多是这样的这种程度 但是你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呢 像直接税才是真正抽筋扒皮的那种痛啊 因为你有房子 直接咔嚼每年每年的收你这个钱 那这个东西 就是像这种大 就像所谓的这个侵犯大多数人的利益 对吧 伤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你当然你可以说 现在普遍性的这种社会管控这种措施 也有可能伤害大多数人的利益 就是把越来越多的人推到他的反面 那一个是财政崩溃 一个一个一个财政入不敷出 越来越紧张 另外一个是这个 呃 这叫什么 这个叫伤害大多数人的利益吧 还有一个条件是什么呢 因偶发事件所引发的 在核心城市 十达十万人以上同时上街的活动 运动 那只有这三个条件满足了 我第三条件再详细说一下 就是说 为什么我一定要强调是这个 就是偶发事件的 因为现代的这个社会跟原来不一样了 你是直接这种串联组织 你是组织不起这么多人的 对吧 你只有通过偶发的事件 引发了社会的广泛不满 那从前两者所积累下来的不满当中 然后催生出第三者 第三种 而这个呢 是偶发的事件 让社会无法承受了 这社会心理无法承受了 它才会变成这个社会运动 就像这回这个白纸革命也是这样 但是这个就没那么大的影响力嘛 对吧 它没有到这个程度 它没有到这个 就相当于 当时您学过 您原则案的爆炸原理嘛 对不对 没到那个 没到临界点 所以呢 它没有真正去爆发起来 但是呢 它这个东西的迹象 已经都开始有了 偶发事件 乌鲁木齐 烧死十个人 那这个是偶发事件 但是没有达到另外一个 核心城市 十万人以上 同时上街 这个是没有做到的 因为你甭管你说 你看了多少 那个视频 什么的 你去点吧 你全 这些人全加起来 能有两万人吗 这核心城市啊 我说的是 比如北京 比如上海 能有两万人吗 有吧 没有吧 这就没到 这个也是没到那个临界点的这种现象 就是说呢 这个社会啊 还没有被伤的足够深 就很多人呢 就是说觉得说 你这种人说什么 加速党 你们这帮人心坏 说那个 那你加速了 老百姓不受苦啊 对吧 你这样的话 那大家都得苦着才行啊 苦一段时间 才能够有这觉悟 才能够反过来 这话 这您跟我说不着 为什么呢 他妈的加速 又不是我加速的呀 我有 我有那 我能踩上那油门上吗 我能控这方向吗 那方向盘在谁手里呢 对不对 它不在我手里呀 那只能说呀 两害相权取其轻 你温水炖青蛙呢 让你整个炖死这个国家 让它整体的 就再无翻身之日 或者是说 您在几十年之内 见不着翻身之日 那这个好吗 对吧 这就像当时 从反右开始 就从反右大跃进 哗哗哗哗的一块 这么下来 二三十年 那这样好啊 还是这段时间急剧下滑 社会急剧不满 有某个火星 掉在那 掉在那 形成反抗 然后整个国家 有可能翻过这个劲来 哪个更好一点 那没有办法 不是说我们想加速 那只能是说 只能是说这个东西 我只能说加速的可能性 只能叫长痛不如短痛 对吧 那可能会更好一点 所以说 你信 但是我个人判断是什么呢 中国社会到今天 至少在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 它还没有到真正意义上的 能够脆断的那种地步 为什么呢 比如说吧 今年的市行啊 给那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增长 大概是3.2 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数字 要低于这个水准 对吧 它有可能只有一点几 或者只有二左右 但是呢 它总还是有它一定道理的 那像这样的这种情况 它目前来讲 经济上还是能够有一定的支撑力度的 你今年可以说 全国所有的省份 全都是赤字 毫无疑问 全都是赤字 但是它还是能支撑的 这是经济上 它不可能脆断的一个判断 那第二是什么呢 第二个呢 伤害大多数人利益的这个 怎么说呢 这个房产税到今天为止 没有进行普遍性的征收 这是一个 那还有一个 封控措施 是不是已经开始 多少有那么点缓和了 你看我看广州那边 已经开始在外面躺食啊 或者怎么样 北京这边可能还有一些 管控的措施 对吧 这个呢 但是它实际上也逐渐在开了 这个它已经是 已经决出这事有点不对来了 对吧 前两个前置条件 没有达成的时候 那第三个 你就很难 就像是 你就很难达成 你就像是那个火星落在了一个湿柴堆上 可能会冒烟 可能有一点小的小的火苗 但是它到今天还没有达到可以直接燃起冲天烈火的时候 这个脆断还没有这个时间还没有到来 这是我这是我做的判断 当然你也可以说我错 但是我估计着这两三年之内还是不太可能的 为什么我原来说过一个原因就是说 中国人的忍耐力是非常强的 它强于太多太多的国家了 几乎是我所见过所有国家里忍耐能力最强的 就是我能够看到的这些 当然咱别说那种罪人小邦 咱就不提了 这些主要的国家里它是最强的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我们的中国人的文化的反抗的性 确实是非常的弱 这个弱已经弱到了 你甚至不如像在神权国家 那你像伊朗这样的神权国家 像那样的长期被压制的这种女性 甚至于他们包括他们男性 现在也在开始寻求变化了 你甚至不如他们 说白了血性没有 这个血性其实有没有人有血性 有对吧 斯通桥彭宰州是不是勇士 是那些无名的 包括像广播大学传媒大学的举的白纸 白纸拿走之后 他还是这么手 这么搁着举一团空气 那位女生 他有没有勇气 有 有很多人有勇气 但是这都是个例 中国人他现在到今天为止 大量的这么多年的多次的运动 摧毁了无数人的勇气 这种你可能还有一些人有跟随的勇气 但是想出头的人 那个勇气太少太少了 所以到现在来讲 我还是说你在前两个条件没有达成之前 你这堆草是潮的 你点不着 你最多冒点烟冒点小火苗 很快咱圣上摇鸡巴甩蛋的时候就过去给你一炮脚 他给你浇了 没到这个时间 而且千万记住不要去妄想着说什么 我可以说谁去世了或者怎么样 挂了如何如何 我能够通过这样的特殊性的这种日子 能够把这堆火点燃 那是绝无可能的事情 好吧 对不要侮辱自己的智商 也不要侮辱整个的这些勇士们 他们的勇气 这个没什么意义 好 谢谢诸位